《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啸爆香港》的節目主持 善重佳 今天邀請到我們的客席主持 方奕霖先生 你好 另外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是說什麼呢 是說保護股民估值 當然股民估值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但我們比較細一點去討論 就是集中在港島這邊 由中西區一路打到灣仔 以及中西區那邊 所以我們特別請來兩位嘉賓 一位就是中西區區員鄭麗琼 以及中西區一個社區的人士 容達昌先生 他也在地區服務很久了 我們就開始吧 好嗎 我想訪問King 你做了區員很久了 亦都在區議會裏面特別關心股物估值 中西區裏面可不可以很簡略地數一數有哪幾樣東西 是值得我們去關注一下 嗯嗯嗯嗯嗯嗯 多謝你啊 善重佳 其實在我本人做區議員就從1994年開始 1994年我入了區議會 我們當時面臨著回歸 回歸香港其實大家有少少擔憂的 會不會我們要及時在中西區裏面 選擇多些地方呢 當時我們知道有孫中山先生 在中西區的樓下很多年輕時期的足跡 包括在香港大學讀書 當時未有香港大學其實 以及在我們的中央書院就讀 而當時中央書院就是今天的基因小學 我們在中西區走遍了很多點 亦都有一個叫拔瑞南書室 就是今天的我們叫潘涵道觀立小學 很多地方今天是做了教育機構 所以我們當時區議會就倡議做一個叫中山市積徑 在中西區選擇了十三個點 每個點都放了一個牌 就說明在中山先生什麼時期 比如在必利喆市街街市洗禮 當時那裡叫公理堂教會 變了很多當年的警密 今天已經全非了 所以我們趁這個機會 就做了很多的中山市積徑 而做了之後 發現原來我們確實做到一個 文化教育上很重要的理程碑 很高興當時區議會有這個決定 而這樣的機會底下 但是這十幾年來我真的很努力 跟著我中西區的很多古蹟 所以我可以說是半個專家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 其實這麼多的古蹟裡面 有哪一兩樣東西令你最為津津樂道 你覺得最成功地是保育到的 我就覺得是金堂帝 如果大家去我們半山 衛城道七號的金堂帝 可以很老實說 是我搶回來的 為什麼要我搶字呢 因為當時在金堂帝附近住的居民 跟我說了很多次 鄭麗瓊那套金堂帝要拆 快點去幫他們吧 不要讓他們拆 當時我真的很堅持 那套金堂帝不會拆 那麼漂亮 但你親愛的地方 怎麼會拆呢 我真的很固執 直到星期四下就開區議會 屋宇署的朋友跟我說 鄭麗瓊星期一就拆金堂帝了 我說什麼 星期一拆金堂帝了 我當時是呆了 我真的呆了 我叫自己鎮定一點 那時候是業主拆還是政府拆 其實很複雜的 因為金堂帝本身是由一個教會擁有的 其實教會要搬 當時金堂帝做了他們的教會 叫做亞洲總部 既然叫亞洲總部 就是要很大地方才夠做 他就覺得金堂帝不夠多地方 所以他們打算搬去灣仔 就把地方拆來建樓 就這麼簡單 他跟屋宇署申請了拆樓 我星期四下就收到 星期一拆樓 只有星期五工作 星期六有半朝 那時候星期六要上班 我想了很久 我有什麼辦法去救金堂帝呢 終於我一開完區議會 就回辦事處 我睡飯都不吃 立即草耳問卷 立即把握握幾條印 我想我印了一千張問卷 那時候我就真的很兇 我就要求我所有的同事加義工 翌日星期五早上 全部回到七點 就回到金堂帝附近 我們有個地方集合 於是我就很簡介告訴他們 必須要每人完成多少份問卷 然後就守住每一座大廈的門口 就是在金堂帝附近住 就是方圓很小而已 就每座大廈居民一出來 就立即抓去問問卷 很簡單而已 先生這座樓何時拆 一指就是金堂帝 結果我們做了好像六七百份問卷 百分之九十九點多 都是說金堂帝值得保留下來的 於是乎我星期五就留夜 就分析了所有問題 我星期六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 而當時有幸我們有一位拘延的辦事處 就是在金堂帝斜對面 我就借去辦事處立即開記者招待會 當時那些記者多到 是我生人從來沒見的這麼多記者 逼爆辦事處 然後我立即公佈了這個調查結果 剛好我們那個辦事處是看到金堂帝的 其實金堂帝之前教會 跟我是很熟悉的 教會的朋友就跟我很多時候帶到我去教會 譬如他們聖誕的活動 復活節活動我就會去幫忙做主禮 我就入教堂 就問教堂的管理人 其中一位是康奸 那位康奸是王伯來的 我說王伯我可不可以帶朋友進來拍照 王伯當時回答了一個很閃的問題 我今天沒有薪出 王伯這樣回答我 我立即意會到 即是說你隨便進去拍照也可以 因為當時是搬最後的搬屋 我就帶了所有記者進入金堂帝裏 我做一個金堂帝裏的導遊 沒錯 為什麼我做到導遊呢 因為之前我進入過金堂帝很多次 明條樓梯是妹仔行的 明條樓梯是主人行的 明一盞燈有什麼特色 或者以前何金堂那中體大戲的 聽聞百說先也有做過大戲 我都說了給所有記者聽 於是乎星期日的報紙 是《南華早報》出了頭條 所有報紙都出了頭兆 於是乎星期一 起重機沒有擺放你了 當然我背後還要聯絡屋宇署 所有政府部門都聯絡了 可不可以停一停拆樓 於是乎我成功搶回來 剛好到了2003年 就是沙士 你知道沙士那段時間 樓價可能跌 我們也遊說到 民政事務局裡面的康民署 總之買了金堂帝 當時我五千多萬買了 買下來我們也是向他們給很多意見 做圖書館 做博物館 總之做一些市民進得到 不用付太多的錢 終於就變成一個叫做孫中山紀念館 我其實很欣慰 因為香港地 我們叫做回歸中國 都是叫中國的地方 而有個地方可以做到孫中山紀念館 我是很感恩用到這個地方來做 所以我覺得 在我做區議員生涯裡面 我覺得是很有成就感 也是幫得到香港地 真是有個地方 擺到中山先生的很多事項 我們見到現在很多小朋友 學校中小學生 他們通識實要去的 老中青也要去 外國人也要去 台灣朋友來香港也會來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半生裡面 確確實實 我在2002年出力做了很多功夫的地方 是能夠保留下來的 外貌也是很宏偉 裡面也是擺滿了中山先生 好像有時候會說到年青時期的東西 有時候會說到共產黨的歷史 甚至乎說到宋慶寧女士 如何服務中國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在通識上面 肯定好過在書本上面學 我相信 你剛才提到那時候 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你看到金塘帝 或者附近那些居民看到金塘帝 不只是網建那座建築 沒錯 背後有很多歷史 有很多文化 很多感覺在那裡 而且是跟自己的生活有關係 沒錯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聽到 無論政府也好 或者商界去看所謂 包括保育、重建、復建 他只看的是一件事 平靜旺 他只是一個我們稱為 身體的一件事 沒錯 就是物質上的事 你覺得這種觀點上的不同 在你跟他議會 或者是跟政府的交往 跟商界的交往 你是不是體會到有不同的 這樣的體會 他們只看一件事 是經濟價錢 其實我相信 方爺能說得很對 第一件事 如果說得難聽一點 地產商去看 當時金塘帝 我相信如果拆了它 建一幢樓出來 可能建三十層樓高 一梯四伙 於是賣出去 在我們半山上 多一幢這樣的樓 是毫無特色的 但是金塘帝 能夠將它搶救了 作為今天一個文化重要的地點 我覺得這個價值 絕非金錢可以比喻得到 我亦都很感激 當時李麗娟 是一個民政事務局的處長 其實他很好 他下了很多力量 去幫助這件事 所以當時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 或者你叫做區議員仔 但問題在我區裏 我覺得是很珍惜這個地方 我是很希望 年青朋友 有時間的 你要責任的 金塘帝值得責任的地方 我又訪問一下 年青朋友 那麼年青 古物古蹟 很多年青人沒有興趣 但是你為什麼花那麼多精力 去保護這個古物古蹟 你好像特別關心 要保護這個所謂的政府山 我又做一些叫什麼 魔鬼 政府山什麼值得保護的 那裡的地方 那些建築又不是特別漂亮的人 你問我可能集體會 有時候去請願的 我也是 這樣 香港的甲級寫樓不夠 政府搬到那邊之後 如果是西液那裡 建築一個減複寫樓 就可以 舒緩一下那個需求 提供很多面積 有購物店 有什麼值得保留的地方 其實 為什麼你有要想考 我要說一下為什麼 我對於保育古蹟有這麼有興趣 其實是源自讀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因為有機會讀到很多 關於社會學 或者社會上的東西 很多時候也有機會讀到一些古蹟 以前讀大學做功課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都會選一些古蹟 或者是一些要保留的物件 或者一些地標來做功課 例如我記得我做功課 我是用利東街來做功課 利東街或者藍屋 我都有 因為我以前有朋友 就在藍屋長大的 直到在藍屋長大的 我媽媽就在利東街長大的 所以我自小就對於保留一些 一些舊有或者一些歷史意義的建築 是特別有興趣 為什麼說到政府山 其實很多人都會 好像是剛才那時的建築家 其實如果那裏 用來做商業大廈 很好 地方又多 租金又貴 又可以補貼 又可以 很多人很喜歡說 增加就業機會 因為要建築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政府山其實它 別有一番意義 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在說的是行政 一些是關於政治上面的地方 跟其他地方很不同 在中環你會見到 政府山是屬於一個範圍 全部都是在說行政上面 或者是一些管治上面的東西 而跟中環其他地方 是有少許一個界 有一個分界 有一個車樓隔著的 有一個分界的 即是 什麼中心都好 但是政府山就是政府山 就是一個關於管治行政的地方 而最特別的就是政府說 不如西座重建 建一些甲級商下 地牢有少許商場 最多我加一些綠化給你 我覺得政府這個看法 就有點像方耀林 你剛才說 他只要看一塊東西 就是一塊東西 我給你一些綠化 拆得可以滿一塊 我給你一些綠化 OK 你有綠化 你應該滿意 那我拿回一些商下 但是政府山是整個看法的 無論是西座也好 中間的公園也好 又好像我們說 去請願示威 那多大龍樹 紙彈樹 紙彈樹 對 很多人覺得 是要看一個整體 但是政府給我這個方案 就是 好像有少許我妥協 我留這塊 這塊你給我 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他沒有尊重歷史的意義 我又做Defo社會旗 你讀社會學 讀文化研究那些 或者你在某個地方 但有你的歷史 你當然要看重這些東西 但是香港人 一向很現實 很短視 沒有歷史 沒有過去的 只是看眼前 所以香港市民 可能情願有些就業機會 或者有些漂亮的商場 但是你們接觸居民 你們接觸這麼多的市民 其實市民是否真的 這麼現實的沒有歷史 他看了那些東西 他自己有什麼反應 很多時候我們接觸 真的我們親親接觸的市民 是走過 甚至住在古蹟對面的人 他們其實對於政府很多的政策 或者對於保育 其實是很反感 因為他覺得你要保育 最重要是留下那個意義 那個外表當然是可以說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裡面的意義 他有沒有破壞到 我又跟進一下 如果你在那裏做保育 做政府生 將來有些什麼 政府總會搬到那裏 將來那裏如何保育 有什麼方案可以保育 例如可以做博物館 既然我們那裏 我上次也有在立法會的工作論壇 那裏是香港的起點 香港的開始 我們也可以在那裏做一些 可能是古蹟的博物館 即是說香港的歷史 類似香港的歷史博物館 但就直接在古蹟裏面 直接在古蹟裏面 其實那裏是一個通識教育中心 簡直是 因為在我們的通識教育 現在在高中那裏有六份 去到大專業大學 我們也有很多通識科 有一份是香港社會的發展 歷史的研究 我相信那裏不休 沒有人預約他上課 只會排隊 由中學到大學都會是這樣 這是一個教育性的功能 已經在這裏 但政府是怎樣看這些 我覺得政府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最主要是考慮經濟效益 我自己覺得他們會考慮經濟效益比較多 因為很多時候 我看無論是甚麼古蹟都好 他們都會很著重一點 就是我們要留下部分的地方 用來做一個經濟的發展 無論是餐飲業也好 或者是商店也好 都要做一個維持成本效益 但是我覺得 保護古蹟有時候不可以 只是看成本效益 這件事很重要 但又這樣說 有租的地方給學生寫生 畫個紙壇樹下 都可以翻本 我們去過一些外國的地方 巴黎 巴黎會不會為了發展它的商業部 還拆掉外旋門 當然不會 最重要的地標 通常去到舊的商業區 往往是一些歷史 但全面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但政府山 我又不至於這樣 但問題就是 政府山 如果計算外貌建築 又不是很漂亮 是嗎 不過我始終覺得 當時香港 英國人來到香港霸佔了 如果有看少許的歷史 我們有主教山 即是聖工會 有政府山 還有軍事山 其實軍器廠街 對上整個香港公園 現在變成公園 當然 因為它隨著回歸很多軍事都走了 唯一就是查據博物館 所以這些地方就是 你看回歷史 就能看到 當然我們知道 殖民地不存在 但問題是 我們不可以抹殺香港地 我們百多年來殖民地的地方 為何令到我的子女 知道 媽媽我不知道哪個是殖民地 好 我唯一拖著你的手 跟你說 這裡以前聖工會主教 就跟港督府一樣 他們有同等的權力 都是英國派來的 這些也是一個現實 現實 不如拆港督府吧 賣港督府吧 如果他這麼喜歡愛錢的話 現在叫做 現在不是叫做 是叫做禮賓府 真人權住 叫做禮賓府 聽你這樣說 剛才你提到 那些地方 當然我們想起殖民地 當然不是很開心 但不能抹殺這段歷史 但這段歷史 帶給我們很多很重要的基礎 法治的基礎 沒錯 自由貿易 等等 這些都是在這個基礎上 沒錯 我就說去到其他很多地方 舊的商業區 往往就是一些文化區 但是發生到差不多 很多城市都會有新的商業區 他寧願在那裏曝光纖 衛星 就怎樣都會保留舊有的歷史 沒錯 但我們香港就是調轉 我們最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在中環是狂賊 然後我們就填一個西九出來 叫做文化區 但我們的文化 本來是在中環 但西九其實怎樣做商業區都可以 有些光纖不可以重新曝光 為什麼我們香港是狗 你們真的親身去接中 民間市民 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好像跟很多城市 剛剛相反來做 其實我們很淒慘 有些中環主老人家 跟我們說 以前最美的郵政總局都拆了 變成今天的環球大廈 其實很抱歉我小時候住九龍 我沒有印象人籍郵政總局怎樣漂亮 你有尖沙水火車站 是的 就是我第一次回鄉下地方 都回到中環 都回到中環 但是在火車站前 你進去乘火車 很漂亮 原屋那裡很棒 在乘過 回到廣州 我記得那時跟媽媽回鄉下 在那裡上車 我覺得這些全部是我的集體回憶 所以今時今日很多獎徵跟我說 不要再拆了 夠了 第一我們真的密度太恐怖 你看昨天34度35度多恐怖熱度 因為我們的建築物太多了 第二就是留一點空間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那些這麼負責應該都可以 我想試試問問 acerca上 其實這個整個中環 中西區 應該這麼說 除了孫中山古殖文物景長 和政府山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值得保護的地方 我數一數 政府已經做了中環街市 還未做現在在談 好像在招勤設計 已經有一個以前做落的 就是西環街市 西港城 現在政府正在研究舊中央宣 即現在荷里活道的警察宿舍 這一帶有什麼 例如在地區工作的街坊 或者跟居民談 或者區議會 你們了解 有什麼要求訴求 或者你們的想法 應該怎樣補充 其實很多街坊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今天剛巧經過那裏 真的剛巧聽到有對情侣說 很漂亮 不是大執 其實每個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那裏太漂亮了 很多人去那裏拍婚紗照 很多人去拍婚紗照 好像中環街市 中環街市也開展了前期的工作 前河里活到結婚警察宿舍 也開展了前期的工作 最重要的 其實那個想法就是很多不同 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覺得應該要變的 有些就覺得 最好是修修補補 最好要看到原貌 但我們的看法就是 我自己也是 好像剛才所說 最重要是歷史的意義 因為那裏就是前河里活到 已婚警察宿舍 如果變得太多 根本別人聯想不到以前是怎樣的 我認為有一個保留 有一個考慮的因素 就是不能變得面目全非 因為這樣很難令人聯想到以前的歷史 從一個發展的角度 我試試從一個發展的角度去看 歷史是要改變的 沒錯 當然有些人用陰謀去看 就是說中環那些本來原有的地主 就是這些 你把商業區移動到別的地方 你就妨礙我 最好你有這麼密集 可以這麼密集 這裏才會越來越貴 但發展是沒有辦法 最多我便給別的地方 即是建造一些東西 我們好興整間東西拆掉 去直接再建造 就是這樣 整個博物碼頭都這樣走了 你怎麼看這件事 發展是要這樣的 正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香港才是這樣的 最喜歡就是堆肯中區 其實很多大城市都會出現 幾個不同的新的商業區出現 即是你好像新加坡 好像大阪都有這些新的商業區 那些商業區 你是可以重新發展過 因為你是新的 但是香港就很流行 這塊地很準確 不如這塊股跡我幫你搬去別的地方 我要了這塊 就經常有這樣的情況 但其實都是那塊股 而它其實已經變得沒有關係 赤柱美利流就是這樣 搬去美利流 還有人記得那裡 原先在現在中銀的好地皮 老實說 不過我想那個地區是不同的 香港可能真的 過去的文化 不太尊重保育 是真的 即是你看去上海 上海葡西 保留西 要發展就是葡東 葡東 全部都是農地 跟著發展上來 或者我試試問一下容澤昌 中西區有很多股民固跡 包括近一點灣仔區 竟然稍後再說 中西區的荷里活道 以及中西區的警察宿舍 好像給了馬會 幫你發展 你對整個中西區 有什麼願景 關於保育上 其實現在就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一個大三角 就是中環街市 前河里活道警察宿舍 以及前中區警署 古蹟群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其實就是三個佔中環 最中心最中央的位置 三個也都 機緣巧合地 我們就由三個不同的機構去負責保育 我自己對的願景 我就是希望在不同之中 能夠帶一點連貫性 在保育的時間可以 類似孫中山市職徑那樣 是一個保育鐵三角 我們就可以 一去 先去中區警署古蹟群 接著我們去中環街市 再上去荷里活道警察宿舍 就好像一個完美的 保育古蹟的一天遊 我們就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我又或者發借題發揮一下 其實我自己有時也去走那一步 那一步很特別的 你真的想像不到 起碼有八十幾間 九十間賣的 古蹟 古蹟 還有畫廊 古蹟、畫廊 其實這個是究竟是雞蛋 還是雞仔呢 或者我們待會回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就從這個 古物、古蹟 開始看這個 產業發展 整個文化保育的產業發展 好嗎? 或者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我是射爆香港的節目主持 善重街 多謝大家繼續收看我們這個節目 再一次介紹我們的嘉賓 我們今天有個嘉賓主持 方奕林先生 另外 他請了兩位 特別關注中西區 或者中西區 以至灣仔的 股物古蹟的人士 一位就是中西區區員 鄭麗瓊議員 大家好 另外就是容澤昌 也是社區人士 在地區服務了很久 也是年輕朋友 特別關注保護股物古蹟 在上一節 我剛剛講到 其實整個中西區 包括很多股物古蹟 金塘底 中環街市 中央書院 中西區警署等等 剛才也講到鐵三角 但是我也在那時候 久不久 去過蘇澳區附近走 吃東西 然後吃東西 然後發現 很不若而農的太太 整條街 荷里活島 尤其開始 很多賣股物古蹟 近幾年也有些 所謂畫廊 我又想問問容澤昌 其實你有這麼關注 其實保護股物古蹟 和這些 其實先雞蛋 還是先雞蛋 還是先雞蛋 應該是 那些地方為何會衍生了 或者產生了這麼多店 有什麼原因 或者是你的理解 有沒有可能 結合到 所謂保護股物古蹟 和經濟效益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那裡 一直以來都這麼多 一些 可能賣股碗 或者賣畫的地方 我覺得是 那個區的氣氛 因為那個氣氛 你走過就會知道 例如你經過荷里活道警察宿舍 經過樓梯街 經過樓梯街 一直走過去 你會發覺那個氣氛 是很古色古香 很濃厚 就是那個感覺 對 所以不單止是觀點 我見過很多 就是不單止拍結婚照 有些戲在那裡拍 沒錯 因為如果說到古代 就馬上去那裡 可能就去那裡 就去那裡拍 我亦都見過有很多 可能是歌聲 他為了覺得那裡漂亮 那裡古色古香 特意去那裡 做拍攝的工作 見過很多次 就是MTV那些 是呀 我見過很多次 一些類似拍MTV 拍電影 都有 最主要我想是那個氣氛 會覺得是古色古香 如果這個時候 可以順便欣賞一些古碗 看看花瓶 看看明畫 這樣 就是一個很完整 一個很漂亮的社區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個原因 是有很多 買一些比較舊式 或者是賣股東的店 而且現在走那裡 還是累的話 還有咖啡廳坐下 是的 而且我在那裡走過的時候 還有古老茶餐廳 還有一杯涼茶 那邊轉角外的涼茶 喝下去也很有感覺 那種感覺 是真的那裡才有 有些人就說 自然人聚集回來的社區 那種的氣氛就是最好的 是 人造就很難 即是等於一個雀仔街 在旺角那裡 和一般都已經兩回事 你們覺得這種自然的聚集 政府有什麼角色 其實很多時候 政府是阻止他 因為政府可以促進他 你想政府做什麼 其實政府很少考慮到 我自己覺得他們很少考慮到 那些人如何在那區的聚集 例如像喝涼茶 我也經常去 那間真的挺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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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區你會發覺 中環也很特別 前陣子可能就有很多 發展了商業大廈 一到荷里活島那裡 就會馬上頓時股息股鄉 但是政府有沒有留意到這些 我又覺得未必 因為他們很流行看一塊 其實我很喜歡方熱林 剛才說的自然人 其實無需要政府任何參與 你給一些居民自自然然 歷史會告訴我們 那裡自自然然會有人賣古董 自自然然現在新的畫廊 我們叫Gallery那些會出來 賣涼茶和賣畫那個 是不會為了衝突的 他們自自然在街上存在 我們作為顧客或市民 又很開心 去看一些畫 很有趣 又喝一杯涼茶 其實我覺得很舒服 古今中外 中西合璧 其實在荷里活島也好 比利姐士街也好 甚至是永利家也好 其實是很享受的 你是很喜歡那個氣氛 那個氛圍 就算現在熱到三四十度 其實你走歌是很舒服的 甚至身上有人賣什麼 賣爬山用品也有 我覺得這些給年輕朋友 去到眼界大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在香港 香港有自由的社會 大家提到自然的社區生活 就是自然的 但是香港有自由經濟 自然在那裡的地方 房子有些好感 自然就會 我也在說自然 就會有地產商也好 商業的考慮也好 可以收購、重建 因為謀取利潤、經濟發展 這個也是香港的一個 我們需要尊重 以及都是香港的特色 我們的自由經濟 我看到兩個自由 好像有點張力 自由的一個社區生活 和自由的經濟發展 你們剛才就說 好像政府可以 最好是給我們有自由的 但是它又是同樣的 給商家有自由的去投資 這樣就會收購 這樣就會重建 那這兩個之間 可以怎樣配合呢 其實都沒有抵觸 因為好像剛才我們說 開股東譜 其實都是商業活動 我相信那些老闆都很賺錢 因為以我所知 就有肯樓梯街附近的某個大廈 他們有位業主 就決定把大廈的商場 一、二、三樓 都改建成為一個博物館 因為他覺得那個區很好 但是他也很誠實 這個博物館我有錢賺的 其實他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做到那一點 就是借這個股積的機會 去做一些有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情 但是又沒有破壞到整個社區的貨幣 其實那個也是自由市場經濟 對 換句話說 不是只是地產 就有很多的產業都可以 你覺得這個股物古跡 甚至加上這種所謂文化 顏色、歷史 可以成為一個產業嗎 特別是中環 那裏有很多檔口 很多的店鋪 又有一個大三角是你的願景 你覺得它成為一個產業的機會 其實文化產業都可以 好像現在政府都說 原創方 就是以前荷里活到 熱婚警察宿舍 都是說做一些創意的產業 例如可能給一些小型的 或者是藝術家 或者一些藝術創業 尤其是年輕人 尤其是去嘗試一下 可能做一些藝術上的事情 那些當然除了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願望 或者他自己的夢想之外 我相信也有很多經濟元素 我覺得政府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去說會不會欠缺了經濟效益 也很老實說 人也要吃飯 他也會去想一個方法 即政府或者政策容許之下 去做一些符合經濟效益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自然發展又和經濟效益 沒有什麼抵觸 或者我又問一下King 區議會 特別在這幾年 香港對保護股積 亦都比較著重了 那麼你們區議會 或者在你達領之下 有什麼的跟進工作 往後會做的 或者你們自己想著 如何領導這個保護 中西區股積積積積 其實因為區議會 我們過去提了 剛才提到的 我們叫做股積大三角 其實這三個大三角 是唯一保留下來的 當年說 就是中區警署股積群 其他中環街市 就劃成雙用地 要賣了這塊不知多少億的地 中區警署 和你會到警察 以分宿舍 就會變成一個住宅 當時我們已經做了 不停示威 請願 希望反對這件事件 其實當時我們都很擔憂 糟糕 又建了一個屏風樓 很恐怖 不知為何 2009年的施政報告 又說保育股積 其實我也有點驚奇 曾蔭權搞什麼 無緣無故都說保育股積 不過不要緊 所以要求將來所有股積 真的開放給所有人都使用得到 股積不可以變成一百八一 尖沙咀潛水景基地 就被李嘉誠先生 搞到變成一百八一 豪到不得了的名店 絕非我們普羅大還去的地方 去到就要消費 普通市民進去一百八一 周身不聚財 很多所謂保安 或者會看你是不是來光顧 不是來光顧 可能會問你 先生你也不能進去 那裡不能進去 但不要忘記 那個水景基地 我去過一次是很激氣的 是我們市民的財產 人民的遺產 為何會變成某一個集團去擁有呢 所以我現在希望盡力 將來中西區所有股積都可以 中環街市 大佬七八十年 我不想做一件事變成名店街 所以我幫忙做中環街市的工作 第一 我講明了 不要變成一百八一 我真的很討厭一百八一 希望大家年輕人 有機會去看看 一百八一 絕非我們市民心目中 那個股積的保育方法 現在它淪為了 有錢人的天堂 配用眼鏡 可能是一萬元的 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另外我希望 和你會到警察宿舍 其實它會趕了很多公共空間 讓市民進去 而我最激氣的是 我們的中區警署固域群 就是剛才你被馬會跟那塊東西 是嗎 是馬會現在嗎 是馬會會跟 但它都頗不聽我們的聲音 它在東面 然後奧比利街 就擺了一個大大塊的建築物 西面 西面 東面 阿巴勒道 西面奧比利街 總之東西兩個角落 都擺了兩個 我們叫法水麵包 但是 都不得了的 它說要建新的地方 那麼新的地方做些什麼 就是做多元化用途 和展覽廳 古蹟本身已經有很多地方 你用盡它才想 你無需要擺一個多元化用途的地方 那就是它不能夠保留原貌 是嗎 他就說這個就等於法國的羅浮宮 中間建過三角形 他說這個和那個就是儀曲同宮 所以沒有所謂的 我們放一塊東西在這裏 三角形那塊是留在地底的 下面有一個三角 上面那個 基本上沒有破壞到 但是我記得 它這個法水麵包很大塊 第一很大塊 第二它說全部用鋁質 即是金屬 和你原先百多年前建的古蹟群 你問我 和監獄 你知道那些監瘡 那些銷售 那些監瘡 好像你看那套 Green Mile那套戲 那些這樣的地方 有沒有搞錯 我直接跟馬會說 我是完全不收貨 不過它們好像聽不到它的聲音 那麼我們再努力點 看看它還會不會再聽到它的聲音 什麼時候開始動工 動工啊 我想現在還在這裏做很多的諮詢工作 其實馬會已經去英國找到很多 建這個中區警署當年的圖則 諸如處女 我也不明白它為什麼這麼蠢 找到這些東西 你就應該根據資料來做 就不是建兩個新的建築物 我說到時候西九大把文魚用地 它的理由就是 中環我要開音樂會 沒有一個死板的場 於是就要建一個多元化音樂廳 中環要四百的長手放在那裏 我不是說西九起到你不起嗎 到時 就算你在中環也還有填了海這麼多的地方 填海不可以讓你蓋東西的 填海以後再說 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要堅守的 維多利亞港 也是我們市民擁有的地方 填完海 一定不可以讓他們蓋雙下 應該給市民 用來啟也好 曬太陽也好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堅持回到中西區裏面 如果所有地方都要蓋雙下 蓋完雙下不夠路又填海 填海不夠路又蓋路 這樣維港就不會浪費了 如果只有八百米闊 就知道那條水道 中西區很恐怖 聽說水流急到 終於連渡海榮都減不到 因為游不到 因為渡海榮人不能太遠 最近的急到已經游不到 要去最闊的紅盒 我們很想渡海榮 但原來技術上很困難 那個人以為是少許是超人才游到 其實現在水質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靜泡海關計劃做了之後 但我們看到這些東西損失了 我也很想渡海榮游 是嗎 很容易 距離不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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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水流是很急 現在水流是非常急 我們的海港真的損失了很多年 填海很淒涼 我想跟我們小時候讀小學的書本 宜山填海 當時真的有個需要 但現在填得過分 令到我們小市民覺得香港 其實我們的根在香港 其實挺心痛的 你覺得如果一般的市民 或者其他社會團體都是關注的 怎樣可以去逼到 特別現在說到警察的建築群 警署的建築群 因為那裡馬會似乎 你提到不太鬆利 其實我們 政府更好些 因為就算在區議會裏面 很老實說 我們中西區議會 提話反對這兩個月發水麵包的人 可能只有我們小貓幾隻 其他的 我不敢叫政府黨 其他的人 其實支持是這樣做的 說不准你蓋不可以 不是只有馬會蓋到 其他人蓋不到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馬會已經沒有這麼商業化了 因為是慈善全體 去蓋海洋公園都不可以蓋出來 因為是要頭痛的地方 要養著 要養著 要日久失修維修 我不拆你 拆了你蓋樓 當然是肥仔水 但你不拆你不特意 還要維持 就是維污 沒錯 維污 就是要費用很公昂 那是否因為這個所謂可持續發展因素 即是你做一塊東西 將來你有少許收入 能夠足以補貼到你這個維護的工作 是不是這個 是阻礙了他的發展空間 所以他要弄兩塊發水麵包 其實都很頭痛 因為你弄了兩塊新的建築物 其實你要養 不停有人流利用這個展覽廳 你才有錢賺 沒有人租你展覽廳 你哪有錢賺 所以我覺得你不弄 是不是少了一個頭痛的東西 你只是想好你那十八件 十九件的古董 怎樣令到古董可以繼續有生命維繫下去 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現在你知不知道 那個中央警署的古蹟群 2004年 最後那個警察要搬到警察總部 由監獄養摩2006年搬 是空置到今時今日 七年了 是的 我一去到見到青苔 山壽 多個人 山壽 滴水 其實心裏很痛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對著我們的古蹟 好像莫不關心 你跟地政處說 我們要保持去看 完全有去看 但當每次 年青朋友 如果你看得到那個位置 再有任何的功能 有任何的活動 開放 麻煩大家 扣倒進去 看看是否需要 起兩個發水麵包 東西兩翼 你叫做 是 因為 我自己最反感的一件事 我是覺得 為什麼他一定要加那塊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有行去過其他地方 我想說好像青水寺 日本京都青水寺 青水寺歷史更長 他要保養也是更貴 因為他是木造的 他全部是木造的 但他也不會說 在附近要加些什麼 他知道 只要你那裏成為一個 保育 或者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古蹟景點 自然會有人 好像我們剛才說 自然會有人 有人自然就有商機 那是旅遊景點 那裏就變成了旅遊景點 旅遊必到 去京都一定會去那裏 然後走上那條路 就是吃那些燒餅 那裏就沒有了 是 明顯地看到那裏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裏面青水寺內部 是不會有什麼 任何加的東西 但他只要在周邊 就有足夠的配套 或者經濟 亦都可以足夠 如果有人質疑你 就說你跟青水寺 跟他做比較 那當然厲害 但我們香港這個 建築群 有沒有這麼強的旅遊價值 當然有 肯定有 你講一下 你覺得旅遊價值在哪裏 在於我們有法治的根基 是來自那裏 原來 當年中西區真的開埠 大家知道開埠 當然有些人做壞事 要拘捕人 拘捕人擺在那裏 他要先落案 落案要審訊 審訊完不如要坐牢 其實這個我們叫做一條龍服務 一站式 其實當年有些人這麼聰明 我拘捕了一個壞人 嫌疑犯就是壞人 拘捕了他們 先落案 然後有法官來審 審完無罪釋放 萬一有罪 就直接過去隔壁監獄 根本就不用有豬籠車 不用那些東西 你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當時 我相信我們的法治的根基 可以這麼完善 我們的法制 就是這個中央警署固跡群 是不可抹殺 如果你有入過那個 是前中央裁判院 其實當年是審國泊的地方 你知道嗎 當年我們小時候 聽到什麼捉國泊 對 國泊是在那裡審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 可以讓我們 ICAC出來的 其實ICAC大條道理 在那裏做展覽館 可以了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全部 無需要去掩飾 就說回過去 法治如何理會 但是似乎政府 只是在想 我要做什麼的Cafe 什麼的餐廳 什麼的店舖 才有錢賺 那時候我覺得 不可以太過向錢賺 還有馬會 老實說 這麼多鋪草皮的錢 我真的不希望去向錢看 老實說 如果我們能夠突顯到 那個建築物背後的意義 例如這是一個法治 沒錯 執法司法體系的基礎 自由行的人都會下來看 現在自由人的部分的人 的景點是六四晚會 是遊行的 現在大家也有這樣的事情 很開心 所以這裏都是一個 最重要是找到 背後的意義出來 而那個意義 其實本身是一個商機 我也相信香港人 我們享受法治 如果我們國內都有法治 是能夠公平公正公開去審訊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事 我也想中國 我也想我們的祖國盡量 我相信自由行的朋友 一定有些想去 一定 甚至乎看香港的監倉 也好 或者我又再問一下 容澤昌 整個中西區股貿股的群 是挺豐富的 可不可以再擴大一點 我不敢說 全港 就你的認知 港島區裏面 或者阿京都可以幫忙 有甚麼地方我們應該要關注 和爭取保育的 剛才容澤昌說得很好 剛才我們說過 中環街市 中區警署古籍群 和何安理會道警察宿舍 就是一個叫 古籍的大三角 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三角 就是整個中上環區 甚至西環區 其實西環有一個叫老班廟 那裏我叫五台山的地方 很遠很遠的 一路去到西港城 亦都是一個 維新市場 亦都是當年 一百年前 百多年前 一個古籍 再遠一點 你可以去到甚麼地方 就是我們的 聖公會的主教山 其實這裏 一個大都是大三角 為何要說到這麼大的地方 其實中間是包含了 東華三院 文武廟 百姓子 這些全部都是 是當年華人 造福華人的事業 我們是社工 當你讀到東華三院那段歷史 其實你感受很深刻 我覺得這一段 其實年輕人 都不妨去普雲街一帶 自己走走走 看到棺材圖 真的不用怕 那裏很多人買棺材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難得 假如大家有朋友 住新界區 可能未見過這些特色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非常值得看的 你提到這裏 有另一個意義 就是香港的華人社會 沒錯 電立的法治基礎 我們讀的時候 都說 有兩位女子 沒錯 就是由這樣的地方 即所謂 在香港現代的文明 在華人社會當中 就是這樣的地方 扎根 如果真的要做這裏 很大的工程 沒錯 沒錯 因為如果你要整體去看 我相信政府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歷史的記載 各地都會做到的 所以我們看上香港一個叫做 當年叫做維多利亞古城的地方 是很值得去 你剛才說到灣仔也好 即西環那邊也好 這麼大的三角裏面涉及很多地 有人說地產霸權 即是你怎麼撐 即是很難的 事實上很多發展也都需要收購 即是土地的再運用 你們覺得這場仗更難打過你中環 即是你們心目中覺得 即是怎樣才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即是你現在的工作 其實你問我 我現在自己對利東階很深刻 因為我媽媽在利東階出生 他也有跟我說很多以前在利東階 春圓階 甚至是過少少大王東階 等等的歷史 現在拆到七彩 現在拆到七彩 我看見很多名字都不懂得讀的 豪宅很好的 聽聞要萬多元尺 利東階也在發展 我亦都希望 最重要的是 讓別人當我是一個空白的人 我不認識的人 我來到我可以感受到這條街 或者在這個地方 原本的歷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發展當然 我亦都覺得 不能夠完全抹殺 需要發展的可能 但事件的話 將來會興建什麼 因緣 賣請貼 不知道什麼 但通常這樣重建了 那個款都已經很遠 對 就是商場化 而且我也很激氣 就是灣仔有個地方 就是一個檔舖 原本是檔舖 重建之後變成豪華餐廳 不查餐廳 不查餐廳的 兒子其實很貴 沒有四百元都能下樓 沒有五百元都能下樓 真的很貴 其實我很想變回當舖的樣子 讓小朋友去模擬當 都很好玩 假如可以的話 我看到這間當舖 其實想起我去澳門的博物館 裏面其實有一個就是當舖 老實說 我也未當過 我覺得這個是很寶貴的 可以解釋 譬如三四十年代 為何棉胎都可以當 聽聞夏天當棉胎 冬天就當霞還是當西裝 我忘記了 此一時彼此 我們現在香港的年代已經變了 但現在都放譜 香港仍然有很多 我相信政府也要關注一下 過去保護的手法 還有將來保護的手法 保育工作 我想是有賴阿楊和盈澤昌 將來你們在中西 不然是全國市民都要做 沒錯 當然你們有這個所謂觸覺 在這個社區發展 以及在社區關注 我們很感謝你們 今天秋時刻上來 我們這個節目 吃爆香港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知道 我們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 我們就 今個星期 我們講了很多中西區 下星期 我們關注一下 第二個項目 關注一下 就是南區的發展 特別是鐵路方面的發展 我們請來南區人士 幾位的朋友 來跟我們講一下 南區怎樣帶動旅遊 怎樣帶動解決交通問題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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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RTV